阿姨鞭子 冠金币 又是怎么回事 听说是 没有听都君的命令 去救三少奶奶的爹 金江 你 金江你干吗呢 这 这少爷新给我做的衣服 你大呼小叫的干什么 我让我们的小姐陪你不就是了 你们家小姐 你们家小姐 还是我们少爷的老婆呢 不是听我们少爷的 是 是 要不是你家少爷三求四请的 我们家小姐还不嫁呢 金江 你要这么说的话 那就太没有良心了 我们少爷为了你们家小姐 受了多少苦爱了多少烦 你知道吗你 怎么个受苦爱烦 你倒说说看 就 就之前 康司令遇事的时候 我们少爷为了救你们家小姐 在东大营归了一天一夜呢 还有之前 他整整挨了三十鞭子 关了禁闭 三十 东大营的禁闭室呢 连躺着睡觉都不行 整夜整夜只能坐着 连点光也不透 我跟你说啊 铁打的汉子进去 都得熬半条命 那 那那个挨鞭子 冠金币又是怎么回事啊 听说是 没有听都君的命令 去救三少奶奶的爹 差点引得都君兵容相见呢 嗯 好 我们少爷为了救你们家小姐 在东大营归了一天一夜呢 还有之前 他整整挨了三十鞭子 关了禁闭 挨鞭子 关禁闭又是怎么回事 听说是没有听都君的命令 去救三少奶奶的爹 你要回南方救你爹 是 我不可能开着我爹命散皇去 我必须会去救他 林航姐 我能救你爹 不过我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这药给他 中国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